我傳統的文化的活動 所以我打算用這個當作我的教材 然後去吸引他們 然後他們說 哇 這個得金馬獎耶 這是 我覺得也是一個 我明明就是唱歌的人 然後得金馬獎 然後還有死前博物館 就邀請我去他們博物館 然後因為2008年我開過一次畫展 然後所以我還是有一個畫家的身分 然後我自己本身也會做手工衣 他就要我的手工衣跟畫畫的東西 就要去展覽 然後而且他展覽的地方很特別 在台東國立死前博物館 一個金馬獎獎被放在死前博物館 那個是非常奇怪的事情 就是 我還活著啊 然後就這樣就展覽了 真的我覺得一個很特殊的一件事情 要在那個失望 然後 反正 我都很感謝這些大哥大姐 給我這樣的機會 然後我覺得這都是機會 我也都願意嘗試 雖然很突兀 但是我覺得有另外一種效果 然後在不一樣的地方 很多人就用不一樣的事情來認識我